你说一动辄就说女性 为家从父 计家从父 其实男人也是这个 只是男人 就有一个一 连二三都没有 他没什么好说的 一个生下来 那有一个好爸爸 你爸是李刚 那你就可以靠啊 有的靠啊 除了女孩以外 男孩从小一样 而且他发育慢 那如果没得靠 你也得靠 那实在到最后不行 靠谁呢 靠自己 那女人还可以靠丈夫 那因为本身这些 就是男人善良的 除外 打猎猫生 弄吃的 赚钱养家 男更女是什么 女人是那些戏伙 家里面的事 女人入衣服 那织猫衣 那织衣服 是女人干的 擅长的 那所以说 夫子从此 你说一个父亲 靠儿子 那说起来是很难听的 当然了你说 你说你教育成一个好的 有秀的孩子 光宗耀祖 那自然很好 但是你说你靠他 你都多大了 那等孩子长大了 你已经很大了 所以 也很没面了 那这段时间靠谁呢 还是靠自己 你觉得说 夫人 三从 动作从谁 从谁 一个是他 本性 女性 朱柔 阴柔 他擅长的是 内室 所以 很多的外室 大室 那只能是 男人的天下 你不靠怎么办 你靠自己 自己磨练成一个男人 那样子 搞得谁都害怕了 没人敢娶 娶了一个 也是一个 骂我男 也是一个 买棒 全职人 别人 别人让他干什么 不行了 很没出息 但是有些人 就喜欢这样 那你没办法 因为阴阳互补 他很刚 他就喜欢很柔 但是话说到最后 那这种 很 男人 他 终归是雄性激素毒 他迟早是要发出来的 到那天 照样不好过 这个阴阳颠倒了 当然很麻烦 你刚的配刚的 炒酱 柔的配柔的 冷战 没有温暖 刚的配柔的 你如果倒过来配 那也是很勉强 所以只有 刚的配柔的 正配 那你要按这个比例 那四分之一 有四分之一 幸福的就不错了 这个时代 可信而止 那你夫子从子 就说这个 如果真的很不幸 丈夫去世很早 或者出现什么问题 状况 那孩子 撑得起来 那是后话了 那等到二十 起码要 三十 那有的 现在社会呢 就搞不好 就四十 那大气管成 你真的成就了也好啊 我这个母亲也没白当 女人 你不要看从 但是 你有主啊 有的投靠 其实反而是 会做女人的话 很好做 只是说 你个人想成就什么 丰功危机 很难 家里面那个 全职妈妈 姓夫教子 家庭主妇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 默默无闻的职业 那才真正的是 无名英雄 你家不安 后方不顾 你外面再怎么样 一直互相都不幸福 那是 也很难成就 长远 可能一时的 所以这个三层啊 我说女人 当从则从 你实在没办法 你就是很恐硬 那你性格升下来 我就男人 那你没办法 你最起码做个好人嘛 这个三刚啊 你就可以叫三刚 也是保护女性 不要以为怎么样 男人你想从没得从 只能靠自己 生个孩子继续靠 女人就有这个权利 不是 是 是 感谢观看